甲行星的质量是以行星的25倍 两卫星分别以半径为R甲 R乙的圆轨道绕行甲乙两行星 若R甲比R乙是4比1 则两卫星分别绕行甲乙两行星的周期比值是多少 那我们只要看到卫星行星的运动呢 就是想到那一句话 万有引力当作向心力 所以我们先把万有引力的公式写上 R平方分之GM 一般大M我们指的是行星的质量 那小M就是卫星的质量 万有引力当作向心力MA 向心加速度有三个公式 那题目现在是问周期嘛 所以我们带的是有周期的那一个公式 T平方分之4π平方R 所以我们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小M消掉 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周期的公式 T会等于 根号 4π平方R三方除以G大M 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现在呢4π平方是常数嘛 所以周期呢 只跟轨道半径有关 还有跟它所绕的行星质量有关 所以我们把公式简化 跟质量的平方跟质量的三次方的平方跟成反比 那我们再把题目的数字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答案哦 我们要的答案哦 绕行甲的周期比上绕行乙的周期呢 会是 这里半径呢是4比1嘛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带进去 质量甲行星比上乙行星 质量比是25比1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呢 是五分之八 那就是1.6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选择C 我们下车的周期